Hello大家好,我是HYK 本期视频和大家聊一下领克07的一些驾程感受 领克07的中控呢,支持左右各15度的快速调节 应该是为了看信息更加直观 但其实它主要信息呢,领克的这个ARHOD显示力比较清楚了 并且领克还定制了一块Copad平板,可以磁吸在后排 控制车辆的空调、导航、音乐和除了主架外的作为设置 其他的,像衣裳器给到了23个 顶部配备了个天空音,支持7.1.4的多声道 也针对这套音响呢,配备了全体声APP 从音源就支持这个全体声 前后排的四个座位都支持座位按摩、通风和加热 乘坐体验肯定是没啥问题的 我们在苏州城区和高速公路开了不到100公里 这辆车开起来呢,不管是加速、刹车、转向都觉得四平八稳 当然想要动力的时候呢,6.5秒的百公里加速呢 虽然不快,但也不含糊 领克07开启超级增程模式 在88公里每小时内呢,就是纯电值区 这个在市区内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因为体验时间有限呢,本期加长的人就说这么多 感兴趣的朋友呢,可以等线下游车去试驾一下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 看再多视频都不如自己试驾一次